噢 大家好 我是溫沌 現在玩的遊戲是環瓟狗 然後那個 新活動喔 闔家歡樂 闔家歡樂 現實調查 那前面 就不想錄了 就沒錄了 那任務的話 是捕捉30隻寶可夢 完成5次田野調查課題 探索3公里 獲得2萬經驗值喔 重複2次 兩個 一樣的任務 啊 獎勵不一樣啦 第一輪是普通的寶可夢 第二輪是喜車拉的 蘿拉跟賈爾的寶可夢 最後的獎勵都是一對手 所以去看一下巴哈的網頁 情報一對手和夥伴 一起來到了究極獎勵集所 闔家歡樂 那其他可能野外的寶可夢的話 異色機率有提高喔 阿羅拉的 除了那個 阿羅拉地鼠 還有什麼 還有帕迪亞烏波 其他我看一看 好像都是64分之一的異色機率喔 不知道有沒有漏掉的 有缺的可能 晚上天氣有沒有比較涼一點 所以去野外點點看 出來好像都有了 都有了就不太有吸引力 三蜜蜂就沒有加異色機率 這加一下可能 可能還是會點一下 那補桌的話有雙倍糖果喔 阿我忘了看那個 加碼獎勵內容 等一下沒忘記的話看一下 這是阿羅拉卡拉卡拉 如果那個還沒開圖了嗎 新玩家 記得在那個 時間結束之前 解一解 強力010 這樣 那個阿羅拉雷球 這隻 最近很少看到啊 那個寶可夢珠子 剛好有異色活動喔 就有買珠子 加DLC了 記得去抓一下 最後一盒是什麼 喔 噗噗噗面具 加熱了 噗噗面具 然後那個團體戰的話 三星團體戰有 起萃火爆獸大劍鬼跟居射速消喔 只是這次沒有加異色機率 剛開飯的時候那個時候有加異色機率 最後一對數 它這隻進化的話 很坑啊 它有兩種喔 三隻的跟四隻的 就 看運氣這樣 阿機率 不知道 在那個本傳裡面 三隻的機率好像是百分之一吧 聽說啦 我沒有測試 不是很確定 就三隻的會比較稀少 進化之後的一家屬 好吧 那這個 目前就只有任務 然後田野調查 還有什麼 小隊喔 小隊不知道是怎樣 我看它寫什麼 合家歡樂活動開始之後 運氣好的話 還可以在小隊合作模式中 補多到一對數 好吧 反正沒開異色就 隨便啦 抓一抓開開圖 存一下糖果之類的 OK 那這樣 解完了 我先看一下加碼獎益內容 不然我覺得我會忘記 究極解鎖 合家歡樂喔 活動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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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限可領取限時調查 就剛才解掉那個 然後捕捉寶可夢的經驗值四倍喔 可是要丟S2人就 好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比較好丟S2人呢 四倍很多 然後捕捉寶可夢的糖果加倍喔 有疑忍級提升速度加快 那解完之後有一個勾勾 合家歡樂限時調查 OK 那差不多就這樣啦 大家掰掰